梁振英在記者會上再點名批評學院前副總編輯黃俊傑 認為有關專題和文章不是學術討論 而是主張香港獨立 吳之今報導 梁振英在記者會上進一步批評港大學生會的學院刊物 並且點名批評前副總編輯黃俊傑的文章 說文章講到香港獨立 又說如果香港要借助外力獨立的話 可以借助大陸的港獨勢力 又或者爭取外國的支持 學院出版的這本書 也有文章講到香港怎樣學新加坡這樣見君 梁振英說在施政報告批評這些文章 不涉及干預言論或者是學術自由 有關主張香港獨立的言論 不是學術研究 學院三番四次 不僅作為學生會的一篇官方刊物 他在學院這本刊物刊登文章 還有出書結集成書 我覺得這個值得關注 也值得社會討論 這個是不影響香港人享有的言論自由 他解釋為何要提醒大家去關注這件事 正如兩年前有人在報紙 這個是2013年1月份 提出說要萬人佔中 癱瘓中環等等 當時很多人說不需要理他 你不理他他就沒事的 但大家看看佔中 到他年多兩年後真的發生的時候 對香港所造成的衝擊和影響 他又說暫時沒有23條的立法時間表 亦都未考慮到連任的問題 今次施政報告引發爭議的隱言部分 有傳是梁振英親自寫的 梁振英記者會就說 施政報告是他和不同部門的政府同事 一起做的集體創作 但強調自己有最終的審稿權 Now TV記者 指更報導 MING PAO!